我相信 随着我们部队风气的改善 对你这样的军人 一心想强军 想打胜仗 会越来越有力 可是 现实呢 现实是无情的 我真担心有一天 我要给你压担子 可是却不知道 不知道上哪儿找你呀 好了 好好看 我们就是一个心思 在国家需要我们的实力 拉出去 我们就能打胜仗 是 北墨山演习的失利 让陈建峰刻骨铭心地体会到 这支军队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不改革是打不了仗 打不了胜仗的 就在这时 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 拉开大幕 这场史无前例的军队改革 推进力度之大 触及利益之深 影响范围之广 在人民军队历史上前所未有 在蒙虎团激起了巨大波澜 军队改期间呢 所有的干部调整都停了 团长 政委 您二位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 两年了 你们把蒙虎团重新带回巅峰 功不可没呀 我听说要不是军队 二位的失职任命 可就下来了 军队改的力度这么大 体制编制的变化是空前的 部队调整部署也是改革所需 我觉得啊 还是应该多看看军队的伟大意义 少从个人的角度去解脱 王政委 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 军队的意义伟大 我就又要从个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这么伟大的军队 谁不想参与其中啊 但问题是你能吗 财勋三十万 主要是干部 陈团长 我知道 你对合成旅的编制 一直是推崇备制 能够当上陆军合成旅的旅长 是您目前的巅峰目标了吧 但是啊 师团撤销改旅 控出来的副师纸 还安排不过来呢 你就能确定 能让你当这个合成旅旅长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团长招什么急啊 团长家的那位 说不定啊 早就给团长安排好了 大家接着说 别把目标放到我这儿 我会跟大家交流我的看法的 团长政委 那我们团调整 一方的事怎么办 这军长啊 要去陆军任职 他能把自己的心头肉 割给其他部队啊 团长 你跟军长认识 说得上话 您帮着打听打听 咱们军在这里 布防了四十年了 绝大多数干部家属 都在当地 有的是四世同堂 还有三代人 都在军里当过兵的 这要是一方搬迁 那还趁时间踏实 你们也甭费了个劲啊 陈团长会去说这个事吗 说得好听点 陈团长啊是洁身自好 说得不好听 长盛 你这个人 你为什么总是呛着手话啊 就不能好好地发表意见 我再提醒一下 在座的每一位同志 我们学习古田全军真公会 精神的时候 都表过态 要无条件地 坚决听从党指挥 怎么真正考验 来临的时候